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的事后比较 那么我们介绍的是Bomferroni的一个方法 我们假设在Anova的这个分析里面 发现了说虚无假设就是全部都相等 我们发现被拒绝了 拒绝的意思就是代表的是 里面可能有隐藏着一个或者是一个以上 中间是不相等的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进行的是什么呢 叫做事后比较 Post the Hawk 这个事后比较的观念 其实都差不多 都是两两捉对厮杀来比较 但是他们用的统计量就各有不同 方法都不太一样 那么结果也会有点点差异 那么我们现在介绍的是Bomferroni的方法的话 是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这样的说的 现在假设有N个母体 那么我们要进行几次的检定呢 CN取二个 这是从N个里面各自抓两个出来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方法的话 其实不一定要用信赖区间 但我们可以采用信赖区间 让各位同学看得比较清楚 那么我们用信赖区间怎么做呢 各位同学要知道 两个母体的比较 信赖区间就是量本平均数的差 加减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T二分之α 这是我们的显著水准的一半 因为是双尾的关系 那这个地方 SP是什么 SP是因为 我们这些母体 前面有基本的假设 是同直性的 既然是同直性的话呢 S就会相等 相等 那这样子的结果 我们就可以把S提到前面去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呢 就是加权的一个标准差 然后这是他们各自的样本数 那么我们在后面才继续仔细的解释 现在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也是算是复习了 加权的标准差的算法是怎么做的 想法是怎么想的 假设的话呢 标准差已知是Sigma1跟Sigma2 那么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我们两个X的变异数 那各位同学知道 我们这个减的会变什么 因为加上负的负的负1的平方 就会变成1 所以本身来说还是要用加的 那加的各位同学的话呢 抽样分配里面的话 它的变异数会缩 会缩 所以没问题 这两个像加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标准差未知 那各位同学要取代什么 用S来取代Sigma 好 现在知道相等了 相等的话呢 S1跟S2 可是我们算出来绝对不会一模一样 那么我们到底要用谁呢 我们谁都不用 我们用的是加权的 怎么做呢 这是S的话呢 用的是加权的方式 这是第一个自由度 第二个自由度 除以总共的自由度 于是SP算出来了以后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数字 来去取代它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你要知道 这个SP就是我们所谓的 加权的标准差 那么基本上来说 就是我们的组内的变异 那么等一下我来再做解释 现在我们要准备要进行的是 事后比较 Bomferroni法是怎么做的呢 基本上我们采用的是信赖区间的方法 那同学会比较容易了解 这是样本平均数的差 两两的比较 我们现在准备要做两两的比较 这个一样的 这是我们的T值 这是SP 就是我们前面所介绍的 加权的一个标准差 开根号 这是各自的样本数 那么我们要知道的是SP 本身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SP就是MSE 那各位同学你们会看到这个是什么呢 基本上来说我们解释一下 前面我们用到的是SSW是指的是什么 SSW的话呢是指的是 组内的变异 好那我告诉各位同学 组内的变异 我们其实就是SSE 那么我们现在除以那个 除以它的自由度 除以它的自由度 这就是MSE MSE的话呢 如果开了平方根 那就是我们的SP 基本上来说 各位同学可以看看它的这个计算方法 就会发现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各位同学的话呢 前面我们用到的这个SSW除以DF 这个就是叫做MSW 这个MSW 同学的话呢 记得了 开了一个平方根 就是我们的常用的SP 这个是很方便的使用 然后我们需要交互的比较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解释一下了 信赖的水准 原来是叫做E-α 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的显著水准 α是一般来说都是0.05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要改 这个就是 Bomferroni的一个思考的方向 它要除以CN取2 它要减掉的话呢 比较少一点 为什么呢 是这样的说的 这个是解释 假设有这个信赖区间的显入水准 叫有M个 它的几率 全部交集起来 因为它是独立的事件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怎么做呢 拆开来 变成了 这个相成的 你希望维护的是E-α这个水准的话呢 它做了M次的比较来说的话呢 那么 同学看一下 这个地方 它的M四方 我希望它就是E-α 那么 那这个地方来说的话 我们要 小心一点的处理 处理的是什么呢 这边的话呢 就会变成了M分之一次方 M分之一次方 大约是多少 这是为了要计算方便 所以叫做E-α除以M 看有几个母体 就做几个 就对了 几次啊 那么 这样子来做的话呢 会比较客观 好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 上一次我们介绍的题目 就是 单因子的一个编续艺术分析 他们是看一看 对于这个因子教学法 教学法 那我们前面已经计算过了 这边 组间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是叫做SSBetween SSB 我们已经知道是多少 20.95 这是SSBetween 那么也就是 SSBetween 不要忘记了 组内的就叫做SSBetween 那么全部算完了之后 然后我们要进行的是 ANOVA的表 ANOVA的表 我们当时做的时候是F值是高于3.89 所以我们肯定的说 结论显著 就是说这三个 三个母体的话 它的平均数 是有不相同的 在里面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 我们圈一下 组内的这个军方 2.167 等一下 我们要把它 开一个平方根 这个地方来说 这是2.167 就是我们的SP 这个地方来说 各位同学的话 要记得 我们等一下就不需要 再去算SP了 那么准备的话 用Ferroni的话 方法来继续往下做 来我们来做多重的比较 第一个样本的平均数5.2 第二个7.6 第三个5 那么我们的MSE 就是这个2.167 等一下要用到 准备要开平方根 这就是SP的一个平方 这个是我们的公式 加减掉这个部分 这叫做信赖区间 好 那我们开始来 把信赖区间写出来 在写信赖区间之前 还要再查一个表 这是什么表呢 T表 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 T二分之α 那么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我们是0.05来说 有几个要相互比较呢 有三个 所以我们这边要除以3 那这个自由度是几 12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开启Excel 在Excel里面的储存格里面 打一个等于 TINV 那同学说 那同学说 TINV的话呢 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T值 然后打一个刮弧 他就会问你 前面的几率是多少呢 你们就可以直接写 0.05 那么我们不要计算了 因为计算出来 是一个很长的 我们就直接写一个 除以3 然后逗点 逗点后面是什么呢 后面是自由度 那同学就写一个 12 刮弧以后 打一个Enter 那么他就会算出来的结果 这个算出来 金字值是2.78 好 那么我们资料都准备好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的是 多重比较 多重比较 就是把所有的 就是三个母体的 这个各自的信赖区间 我们把它算出来 来第一个 Mu1跟Mu2之间的 这个我们来检定它的 这一个 两个 三个 你看看 1跟2 1跟3 2跟3 我们的话呢 只要减定三次就可以了 把它的信赖区间写出来 2.4指的是什么 第一个跟第二个 所以是7.6 减掉5.2 是不是2.4 没错 2.78是什么意思 2.78就是我们的T值 T值 SP指的是谁 SP就指的是我们这个MSE开平方根 2.167开平方根 根号 它的N是几 都是五个 所以我们就五分之一加五分之一 好 我们加减 然后算出来结果 这是这样的结果 负的到正的 各位同学 负的到正的 所以各位同学 你要知道什么呢 信赖区间横跨负的跟正的 我们在减定两个相等的时候 只要是经过原点 是什么意义呢 代表的是结论 不显著 所以1跟2 我们看不出 有严重的 不相等 再来看 1跟3 1跟3 那就5跟5.2了 那就是前面就是0.2 后面这个都完全一样 那这样子的话呢 把它的信赖区间 加跟减写出来 我们发现 负的到正的 没有问题 所以1跟3 也是结论不显著 现在我们来比2跟3 2跟3就是7.6跟5 前面来减一下 就变成2.6 加减后面这个数字 那么就是2.6 再加减2.58 我们算出来结果 发现什么 正的 正的 中间没有0 就是差异非常的明显 它本身来说 这个相减 不可能是跨过0的话 那就是差异很明显 那么我们可以肯定的说 Mu2跟Mu3 这个虚无假设 是被拒绝的 问题就出在这里 那么我们也可以肯定的说 Mu2 大于Mu3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多重比较的一个方法 那这也是 Bonferroni的一个思考的方向 这个事后比较 我们是 在这边我们采用信赖区间的观念 但是其实本身来说 大部分的事后比较 我们用软体就可以直接去做了 那么软体的话呢 上面有很多种不同的比较方法 比如说雪费啦 或者是Fisher的一个叫做LSD的方法啦 或者是Tuki的方法 这个统计量不一样 结果有的时候也会有差异